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際關係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在現今社會上尤其重要 要懂得好好與人溝通 對於做任何事都有幫助 除了知識之外 要成為成功的企業家 人際關係良好的溝通 亦相當重要 如果有良好的溝通 便可以減少磨擦 今日所訪問的三位嘉賓 他們就看準了市場上的需要 成立了一間心理學院 我們一齊去了解一下 今天很開心 請來三位嘉賓和我們分享 分別是Simon、Winnie和Willie 我知道大家是來自不同的行業 但一齊成立了一個心理學院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背後的故事 好啊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精神科的註冊護士 而現在今時今日 我在中心負責的位置就是犯罪心理學 我本身是做開尾獄的 我現在在中心中 我負責這個星座心理學 我做娛樂圈做了很多年 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和小孩做一些幕前的工作 做KOL的工作都有 我在中心中是負責兒童心理學 那當初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去成立這個學院 如果我自己 和你碰到的緣份 我自己會覺得 在我一直服務人的工作這麼多年 我覺得在香港 尤其在香港的大城市地方 很多很多人 因為一些繁忙的工作 或者可能是一些 以前爸爸媽媽的眾樂 一些說話 令到他已經活殺了自己 很多人生的夢想 我自己的理念會覺得 人是除了自己的職業之外 是很應該有自己的夢想 有自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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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是因為 我之前有聽過 有調查過 其實在九十年代 其實我們香港人的信任度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 其實是有四十幾個巴仙 但去到00後 或者現在已經是低到十九個巴仙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 現在是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都想透過這件事情 可以提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和信任度 是 我自己 因為其實我們幾個的partner 都是來自不同的行業 但我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我們本身都有自己的職業 但都有一些共同的理念 就是想去做一些事情 去contribute這個社區 同時間 我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人就會為兩餐而忙碌 奔波 好像沒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想帶動 其實除了工作之外 還有一些自己的時間 又或者可以將自己的興趣 變成事業 我想這一個都是我們幾個partner 最想帶到給大家的東西 是的 其實Vinny剛才你說得很好 我想問 其實你覺得這個人際關係 其實有多重要 其實人際關係非常之重要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別人 我們不可能將自己不同人接觸 好似當我們現在我們聊天 我們已經是有一個朋友的關係 那我們跟父母、家人 都有不同的關係 同志都有 甚至乎我們跟我們的客戶 其實我們都要建立一個關係 如果當我們立即去建立良好的關係 其實就是會令到我們的生活 更加開心 更加向前 其實創業都是很艱難的 在公司剛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困難呢? 有啊 首先分享 因為這也是開心的事 因為當然我們幾位 其實我們中心的partner方面 不止我們三位 我自己就負責反調心理學 而另外他們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專業的範疇 你可以想想 大家專業的地方 都是心理學界行動的範疇 一定會有磨擦 但是很開心的就是 我們磨擦的時間 磨合的時間 我想是比正常人短的 是 是 那Winnie覺得呢?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 可以的 因為我們都有共同的理念 其實我們都是 我們所有partner 其實都很幫助關係 在我們Live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我們自己都會去調整 我們自己的關係 所以走這一步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的 我覺得都順暢的 就是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 進來中心的人 可以得到更大的價值 可以走出去 反而是 是 我想跟Simon說的很相似 因為就算是不同的人 我們合作都要磨合很多 我們有自己的習慣 我們一路的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個中心 帶給大家的理念 我想是比較新的 所以其實都遇到很多拒絕 所以我們 我想最大的其中一個難度 就是 怎樣令新接觸我們的人 去明白 以及去堅持我們的信念 這個很重要 嗯 要將理論融匯貫通的應用 就要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也要好好了解自己 才可以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無論是什麼時候 良好的溝通是相當重要 不只帶來人緣 還可以減低摩擦 還可以做出不同的管理對策 三位 其實坊間有沒有跟你們 同類型的學院 如果有的話 你們有什麼優勝之處呢 Simon先回答 其實嚴格來說 我都覺得 應該是沒有同類型對手 是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中心 是透過很多不同心理學的範疇 例如我 我透過犯罪心理學 繼而引申行為心理學 Mind reading 其實透過這些課題 是令到我們學員 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Mind reading 好像兩性關係中 我們專門說兩性關係 好像兩夫婦結婚 初幾年年期的時候 一定是做武田脈很好 但當久了 好像我和老公 已經結婚十年了 有兩個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關係無形中 會有不同 大家的親密度是會少了 透過了心理學 我們可以令到我們知道 男人原來想法的角度 和女人想法的角度 完全是不同的 可以令到我們的關係更加好 OK Willie 我想是最大不同的就是 我們是比較有趣 和貼近生活 因為如果有讀心理學 都會知道 要聽很多理論 比較時間長 和可能比較悶 我們的學員有很多 是有針對性的目的 譬如有些想收到關係 我們試過有一個學員 他很喜歡打使得 他來到還有個目的 就是學眉表情 可能眨眼 代表什麽 踢腳 又代表什麽 變相 可以更加快 地聯繫生活 他們的興趣會大地 還有對自己來說 這個針對性會大很多 其實人際關係很廣泛 我們要提升了 有什麼需要配合呢? 三文說 首先人際關係 我經常覺得 要跟人家搞好人際關係 才懂得如何與自己溝通 自己內在很重要 做一個出發點 我自己也會認為 還有我覺得 自己也會想有不同 自己也會想有改變 就像我們有小朋友 其實很多出發點 我們是為了小朋友好 但其實我們是不知如何 才能做一個最好的父母 在課堂裏面有一個叫初心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環節 因為我有小朋友 有時我們會買玩具給他 我買玩具給他的出發點 其實是想他開心的 我只是想買給他開心 但回到家的時候 可能他不做功課 我不會吃飯 就說 如果你不做功課 我便不讓你玩 我本身想買這個玩具給他的原意 我是想他開心 但變成另一種條件 去給他 是 所以這也是令到我們 和親子關係 和家人關係 會更加有不同 可以察覺到自己更多的地方 是 那Milly呢 我覺得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奇妙的 因為你久而久之 你會當作一些行為是習慣 你沒有了經營那個 維繫的感情 那個東西在 除了我們有兒童心理學 又或者可能犯罪心理學 其實我們裡面 也都是最受歡迎的 就是男女心理學 甚至乎我們都有性心理學 解夢的我們都會有 所以其實關係是很廣泛的 譬如你和你先生 或者你男女朋友的關係等等 或者爸爸媽媽的關係 都會影響小朋友成長 又或者可能我是一個老闆 我自己私人的關係 但可能都會影響到你在工作上 怎樣和同事相處 所以可能像Simon所說 其實所有的關係 都是先看自己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最覺得 優勝和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會很願意來看 Villia其實在疫情期間 各行各業都有影響 那你們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有 不過我想好消息的是 因為這段時間這幾個月 其實也有給了更加多的時間 我們去優化我們的Course 變相我們可以針對之前 我們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地方 在這段時間我們這麼多個Partner 一起坐在這裡 去做一個更加好的方案 剛剛其實我們就開完 優化完之後的第一班 那口碑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想疫情是對我們真的有影響的 但有危有機 我會這樣說 那Simon呢? 我其實都覺得應該是以前 我們一直在幫助的學員 對我們的眷顧 疫情期間 好像Villia說 那些班都停了 一些公眾的班 是的 我們大家都期望疫情快點過去 過去之後 你們接下來會有什麼新的版圖 新的發展方向呢? Vinnie 有的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NGO 是的 那為什麼會做NGO 其實都在我們Course 一個終極表役 都會想去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講的是 跟人的關係 跟世界的關係 講的是共見 我們會成立一個 就是專門是幫一些單親的 兒童的一些家庭 成立一個NGO去幫他們 我們主要想就是 幫固定的一班小朋友 我們這些partner 都會覺得 大家我們都會有一個方向 就是小朋友就是 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那麼很多小朋友 其實他們出生沒有選擇的環境 那麼他們一出生 可能就已經是單親家庭 或者已經可能是孤兒 或者他們的生活 就是比較低層一點的 那麼當我們如果有一班人 可以為他們集中 跟這班小朋友 固定這班小朋友 不斷去幫助他們的時候 或者不要說什麼 我們就是比較關心他們 或者可能有些途徑 有一句說話 都會令到他們的成長 很不一樣 所以來的我們的發展方向 都會向著這個方向去出發的 那今天很感謝三位 接受我們的訪問 Thank you 深入了解自己 認識自己的長處和短處 再跟別人好好溝通 這樣做什麼事都可以事半功倍 一連實習 第二季的企業中環已經完結了 多謝收看 是由DNAC董會贊助播出